中国比亚迪汽车参加2023年 第二十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 身价上千亿的执行长王传福 竟然现身地铁车厢 王传福在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排名第七 身价上看新台币六千零七十五亿元 搭地铁被网友称赞他低调接地气 但是真正的原因据传是为了避开塞车问题 王传福顺势为自家轨道赏计宣传 他认为中国用修路来解决城市交通 结果路多车也多反而让塞车更严重 真正的办法除了往下建造地铁 更要往上打造空中的轨道列车 这就是云轨是我们国家首条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跨坐式单轨 王传福在2017年力推云轨的构想 作为基础性轨道产业 云轨计划结合物业旅游 还可以带动房地产增值 衍生型的商圈 不过美国更早就有人提出 跨城市的轨道交通 马斯克2013年就提出超回路轨道列车的概念 时速突破1000公里 未来可能在长途旅行上取代飞机 另一家公司Hyperloop One 也在打造超高速列车 更在2020年完成载人测试 马斯克在城市内部也有轨道 他旗下的无聊公司英文字役也有钻孔的意思 让汽车开进专用的地下隧道 想办法解决地面拥挤的塞车问题 散离新闻许听完报道